其实套路还是一样的 就是先运行之前的用力 然后再去写个新用力 然后运行之前用力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张三李四的这个Cookie 再去给他设置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做了重新的登录 Cookie应该是变了 先删掉之前的 好 然后我服务启动了 然后张三的我们来一遍 这一步为什么这么啰嗦的 因为我是提醒大家 自己在做DNA设施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一步做完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坑 会提出些错误 但是这错误的有不好发现 有什么类型 好 李四的互配 OK 去张三李四对吧 好 完成之后我们再去跑一下 这些用力 VPN Run Test 诶 就错了 VPN Run Test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写自己的用力 那这个at功能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这么测 就是先是张三 at李四 然后没问题 然后再看看李四 这个at到我的这个列表 有没有张三 就是有没有张三的这个人 这样就完事了 或者是有没有张三 发了这个微博 就完事了 所以说规定节目 把这个流入创下来吧 只需要两个用力就可以 我们在这个blog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 add.test.js 好写一个注释 微博 add关系test OK 那我们就这样写了 张三创建一条微博 然后at李四 应该成功 当然写之前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serv给扣了 我们需要的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 有serv 还有张三的cookie 然后还有李四的cookie 还有这个李四的用户名 我们现在需要这些数据 我们先放这 好 张三创建一条微博 add.js add.js 应该能成功 对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我们就 比如订一个微博 content 订一个微博 订一个微博内容 微博内容 比如说叫 单约测试 自动创建的微博 然后这里面 比如说 add.js 然后这里面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加一个 李四的用户名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只要是李四的用户名 好 大家看 就是 这儿帮了一个箭头 大家看 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微博 然后微博 add.js 是这么一种形式 add的 这也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好 微博 就以张三段的这个形式 创建这条微博 然后 resou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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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sever 创建的post 对吧 创建微博 我们之前很早就有了 tpi blog create 然后send send什么呢 创建微博的时候 我们就要send content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有content 也可以有image 大家记得吧 但image可无可无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这个微博 没有图片 那我们就直接把微博内容 发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需要谁发呢 我们需要一个登录用户来发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张三的这个cookie来发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 expect 就是我们期望这个response blog .arrow number 2b0就可以了 创建能成功就可以了 对吧 但创建成功之后 这个at 李四会被分析 对吧 他会分析这条微博和李四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创建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获取 获取 李四的 at列表 应该有 刚刚 创建的 微博 这条微博刚刚创建完的时候 at了李四 那我们就获取 李四的列表之后 他应该是有刚刚创建的微博的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 那怎么去判断他有没有刚刚创建的微博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把这个微博的ID给他弄回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照 比如说建一个叫做 vlogid 他临时存储这个微博的ID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上 就是记录微博ID 然后vlogid等于 response 或者result.body.data.id 这是创建微博的时候 摆回在这个数据里面 把ID给找出来 也就是说 那我创建完微博之后 我知道微博的ID我要记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获取这个李四的at列表 对吧 快点写了 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回家的列表 就gas寻求 然后api 大家记得了 atme 然后atme 我们怎么获取呢 就是路德帽就可以了 路德帽然后显示一个理由 就是说 该在第一页 那为什么第一页里面就一定有 刚刚创建的微博呢 因为获取李四的微博 在爱特列表 它可能 爱特李四的可能 现在已经有很多个了 对吧 那为什么它在第一页呢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列表 是倒许排列 倒许排列的时候 那我刚刚创建的微博 在爱特列表的时候 那肯定是在第一页 这肯定没问题 然后set 这是谁获取的 那我们就穿一个cookie过去 这是李四的一个cookie 穿过去 比如说获取李四的爱特列表 对吧 api 爱特路德帽 0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expect 首先 response.body.arrowNumber 肯定是要to be0的 首先要等0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data 给它搞出来 好 data里面呢 就是这个 所有的这个列表 对吧 然后 这个data里面呢 有一个bloglist 大家忘了的话 我可以 那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cntr里面 我们看一下blog 这个获取 get at me bloglist里面 我们 我们返回的是什么呢 it's empty bloglist pid size pid index conr等等这些 那么肯定是能获取这个bloglist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写一个 is have current blog 然后 bloglist.sum bloglist 就是说 获取 里斯的 at的列表 但是 是第一页 对吧 你这个写上 第一页 然后blog.id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前面记录的 这个blog.id 比如说 通过这个 就判断到说 第一页 这个微博 列表中 到底有没有 刚刚出现的微博 应该是有的 所以说 expect expect is have current blog.id to be true 好 保存一下 弄明白这个意思吧 张三创业以后 一部at 里斯 这个肯定能成功 对吧 然后立马获取 里斯的at列表 第一页 因为是倒许的嘛 倒许 所以说它里面 应该包含这个 刚刚创业的这个微博 好 完成之后 我们再去 来一遍 npm run test 好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就证明这个 我们代表测试 没有问题 就这个两个逻辑 没有问题 这样的逻辑 没有问题 也就证明我们 做这个 x这个核心的功能 基本的功能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就 把这个代码 提一下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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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就是 test test future sme ok push完之后呢 我们按 这张的功能 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按惯例 我们tack out 一下 paw master 好 然后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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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这个 future at sme 大家看这个 内容还挺多 改了这么多代码 然后创建了这么多代码 所以说 这张内容还是挺多的 偷射一下 ok 那这张代码呢 就已经结束 然后呢 我们 做一个准的总结 就这张内容的总结 总结就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哪些东西吧 首先是要修改数据模型 就我们建了 at relation的关系 对吧 at relation的关系呢 大家要明白 它里面的每一列的含义 以及 它和blog的关系啊 以及我们 在blog做查询的时候 怎么去和它结合起来 做那个连表查询 然后收集 s用户 这个s用户的数据和分析 我们通过 真的整个事 给它分析出来 然后把那个用户名和 名声给它拆分出来 然后做那个 收集完之后 把这个数据给它塞到 这个at relation在里面来 然后再去获取 s数量 虽然说看似 只获取了一个数 但是我们的操作 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吧 我们要写好 我们的层的数据 然后最终把这个数 获取出来 然后这个数呢 会被用到这个 手页 个人主页 以及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这个 s的列表页 最后呢 我们是 虽然这有个数 但是这个有了数之后 我们还要把这个页面 给开发出来 比如说我们 页面的一些模板啊 路由啊 进版更多啊 以及这个页面 后面还有一个标记 为已读对吧 这些功能 这个页面呢 做出来也花了 挺大的工作量 最后是单约测试 单约测试呢 我们是测试了 张三at李四 应该成功 然后获取李四at列表 然后能有刚才张三 创业的那条微博 通过这两个 单约测试 我们就能把 这个is功能 这个核心的 这些逻辑 都给它把控组啊 OK 这就是这一张的 一个所有的内容 也是我们 开发这个微博系统的 整个这个开发功能 开发阶段 这个所有的内容啊 当然课程来表 没有结束啊 课程后面还有一些 上线的一些东西 线上的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去讲一下 怎么去配置啊 怎么去 甚至有一些理论基础 等等这一些 课程最后呢 再来最后呢 还有个总结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些 技术的一些 比较好的实践 给大家总结一下 但是这个开发 就是这个功能开发层面呢 我们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内容还是挺多的 对吧 我想大家应该 也学会了很多东西 可能也学的东西呢 看着就是第一时间接触嘛 没有消化那么好 这个都正常啊 这有问题呢 及时给我提啊 OK 那这张结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下一张 我们讲一下这个 现场配置的一些事情 对吧 感谢观看